疫情逐渐的趋缓 暑假来临 交通部观光局在15号就要推出悠游国旅计划 只要入住合法旅宿 最高补助1300元 高雄市更是加码 平日住房再补200元 周五则是补500元 高雄48家的旅宿业者除了补助之外 也各自提供独家优惠 要抢占暑假市场 疫情趋缓 抢攻暑假市场 高雄摩拳擦掌 搭配交通部15号开始国旅计划 优惠准备好 就等游客来玩 除了原本中央计划 平日入住合法旅宿 折抵800元 打满三剂疫苗再折500元 最高补助1300元 高雄抢客再加码 平日200 周五500 等于补助高达1500元 高雄市也率先全国 我们也来加码补助礼拜五 那每晚是500元 高雄48家旅宿业者不只补助 更寄出独家优惠 像是福华饭店 煮打住一碗 送早餐 晚餐 还有火锅套餐 一波30 3988的住房专案呢 扣抵了国旅补助的1300元 再加上现在高雄市政府加码200元 只要致付2488元 福容饭店则是推出亲子专案 从3号开始提前折扣800元 限量100名会员 另外还有人鱼绣跟服装租借 让大小朋友拍照留念 国旅补助开跑之后 这个100个名额还有的话呢 我们会把1300元再加冒进去 等于最高可以获得2100元的补助 引进美人鱼秀的表演 暑假期间每个礼拜六的上下午 都各有一场表演 随着迄今黑鲨玩一节脚步接近 搭配国旅优惠 高雄要让游客玩得开心 住得满意 折扣用好用满 记者陈奕瑜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她